啟德有個突發消息 就是市建局將換言一區的貨美單位 拿出28間 推出市場貨賣 跟私人的一手樓的買法完全一樣 到10月26日會搞豬抽籤賣 最便宜的車價工間約$5,002 減少了大概7-8% 啟德的換言一區位於武翠街3號 整個社區發展得七七八八 衣食住行都很方便 走到鐵路站大概是3分鐘的步驟 最重要的是家長很喜歡 有一個漂亮的效果 最早期賣是2016年 基本上第一批或第二批買的業主已經賺了錢 推出二手成交的赤價由$17,000至$200,000 而現時市建局拿出來的貨美單位的28間 兩房的價錢跟時價差不多 實用面積大一點 而兩房來說相當好用 最便宜的赤價是$17,213 這口價對比二手的赤價 吸引力也不太好 但相對來說可以買一個全新樓 其實也不叫全新樓 是貨美單位而已 沒有人住過 如果有看過整個價錢表 你一定會知道這批價錢最低賣 一定是三房 因為三房最便宜的價錢跟兩房差不多 賣相當於$985萬 赤價最便宜就是這家 $15,002 是低於時價 這批三房對比二手市場是便宜了$100至$200萬 當然最貴的三房總價錢是$12,02 赤價是$18,226 它的景觀最主要是看兩邊 一邊是望啟德廣場 即是響筆 另一邊主要望樓 半延一居的質素是不錯的 戶型上是比較實用 廁所有窗 相對來說是挺吸引用家進去買的 三房性價比絕對是高的 價錢便宜 兩房可以買二手都可以 他們喜歡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我是路士 如果喜歡記得點贊、訂閱、分享 我們下期見 拜拜